來關心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日前是提案要修選罷法的修正草案 要把罷免的門檻來提高 本週四也有可能會進到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來進行排審 但是民眾黨立委蔓玉珍的態度是什麼呢 也非常關鍵 稍早他也是確定發聲明 表示說會投下這個否決票 不贊成提高門檻 不過呢 這是不是綠白和起點呢 也帶你聽到藍白立委的最新回應 還在看呢 可能這個禮拜要審嘛 那審我們再來看 以及我也聽一些專家意見 專家學者的意見 大家來好好討論嘛 這個所有的立法委員 都可以提所有的案子 也可以好好討論 討論再來說 柯文哲跟國民黨的關係 不管是明的或暗的 這個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底 包括之前 柯文哲怎麼樣去蹭這個 韓國疫情民眾黨的這個 邀宴我們其實都看在眼底 都是政黨下去抄的 或者是都是政黨動員的 然後好像都是被連署 柯文哲一直在暗示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柯文哲到底有什麼證據 如果有證據 請他提出來 老師可以聽到賴師寶我澄清說 國民黨會不會來提高這個罷免的門檻 還是需要專家 學者來進行討論 那麥玉珍會投下支持還是反對 也還沒有發聲 發聲了之後再來看 但是民眾黨立委認不認為這個是綠白猴呢 顯然是不這麼認為的 因為洪山漢覺得說這一次呢 民眾黨會投下反對票 是因為人民發出了怒吼 但是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跟國民黨的關係 不管是民是暗 其實大家都看在眼裡 尤其呢 柯文哲對於這次霸梁事件呢 他是認為說有民進黨的勢力來介入 因此呢 他是認為說 這個其實不是綠白猴 而是民眾黨有意識到人民發出怒吼了 那以上就是立法院最新